整辆托格罗里就这样四轮朝天 翻覆在大道斜坡上 但司机却淡难不死捡回一条命 这起意外发生在今早11点 42岁的托格罗里司机是从关丹回吉隆坡途中 途经淡马鲁一带的阿末沙桥时 前方突然迎来一辆闪避救护车的轿车 司机莫哈莫法利为了闪避轿车 最下距离地面13尺高的道路斜坡上 大马鲁小整局在接后头发后 五分钟内赶到现场 由于罗里柴油外泄 小整人员即刻剪断罗里电池的电缆 警方也会对涉及罗里司机进行尿液检验 索性托格罗里翻覆在路旁协坡没有殃及其他轿车 根据调查赵获司机过去曾接获17张罚单 其中两张罚单还没有绞轻 NTV7综合国道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